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 4月28号是国际职业安全卫生日 花莲慈忌医院与中华智江公司 20号上午在疫情解封开放的空中花园 签署合作异象 种下采叶草 期盼未来双方能够响应 减碳爱地球的行动 以及重视职场的健康安全 为双方的员工家属 创造美好的就业环境 4月下旬将迎来两个节日 4月22世界地球日 以及4月28国际职业安全卫生日 20日上午尽管下着雨 花莲慈忌医院和中华智江公司 两个在地企业 在疫情趋缓后开放的空中花园 共同签署合作异象 其手推动减碳爱地球 并出进职场健康与安全 打造一个就是让病患还有家属 有一个算是休息 然后静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那我希望的 我想这是我们跟慈禁医院 一个开始 那我也期盼未来 继续跟慈禁医院继续合作 然后继续就是对环境永续 这一个目标 这一个亿体一起合作下去 那提供给我们整个花莲 还有整个民众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 借着这个地球日环境永续的企业精神 两个在地的最大企业 一个是慈禁医院 一个是我们的纸浆厂 加起来至少有4000个家庭 因为有这两个企业 那这两个企业都是强调很环保的企业 纸浆厂也是 很多的这种环保回收 今天像肥料他们把废纸 而且把它回收回来变成一个肥料 里面都没有重金属 很友善环境的 那当然医院呢 医院是一个绿建筑 有中水回收 雨水回收 有各种的废弃物 环保回收等等的 那本来就是所有医学中心的典范之一 那我们借着这两个大企业 有这种爱护地球的 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理念跟行为 结合起来来呼吁 那大家一起来 当然花蓮本来就是一个环境永续 一个对绿色环境的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花蓮更美好 大家更好 随后由院长林兴荣 中华子江厂长邱益胜 其手种植采叶草 埋下未来的合作意向 并邀请两方员工和家属 一同见证也共同种植 其盘未来双方除了以行动 响应减碳爱地球 也能重视职场健康和安全 创造就业机会同时 也为双方创造更美好的环境永续 记者长方言华女士报导